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你如何创造更好的民间 假如你看到社会的积极的正面的一面 去改变自己的一面 你才会成功 他是年轻创业者心中的教父 他用不断的超越证明自己坚持的理想 你的职责就是比别人多勤奋一点 多努力一点 多有一点理想 世界才会好起来 他曾获选为未来全球领袖 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登上美国权威财经杂志 无故事封面的企业家 十年以后70%左右的商务都会在电子商务进行展开 这是个时代的未来 他就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 本期节目马云与80后面对面 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从外地专程赶来 那么在我们许多还没有来到现场的一些朋友当中 他们在线提问 其实有一个问题顶得最最高 我一定要代表大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有一位叫从陪梦的朋友说 马总你好 你对我们80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发现我身边不乏创业的激情 从自身讲这种激情也让我坐立不安 急切希望成功 而作为刚刚毕业的我们而言 不足10%的创业成功率 你觉得我们应该做哪些规划才能提高这种成功率 这种激情是否应该遏制 创业其实是很艰辛的 我一方面在鼓励大家创业 另外一方面我想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100个人创业 95个人死掉 你连声音都没听见 你根本不知道这95人存在过 还有四个人你是看着他们死的 还剩下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很勤奋 但未必是最勤奋的 这个人很努力很聪明 但未必是最聪明的 有很多的机缘 有很多的因素 使得他成功 另外一个创业的人永远去想 我是为10年以后 5年以后创业 不是为今天 假如你觉得创业是为了今天 因为别人这个事情今天做的好 我去做 你的成功率就很低 所以很多时候 我希望大家既要有激情 但更要有耐心 刚刚创业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己和我团队说 我们既要有像兔子一样的速度 但要像乌龟一样的耐力 你坚持到底为未来而创业 不是为今天而创业 可能你会心情平淡 你可能做起来就方便多了 好 接下来我相信大家迫不及待的 想跟马云面对面的提问和交流 那么就是有问题的朋友 可以走到两边的麦克风后面 然后提出你们的问题 好吗 好 这边的同学 马云老师您好 您如何解读信念这个词 是否有怀疑过自己的时候 在怀疑自己的时候 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我是经常怀疑自己的 我怀疑自己 但不怀疑信念 因为信念和自己有时候是不一样 我怀疑自己是做的对不对 但是信念 我的目标我从来没怀疑过 阿里巴巴城里说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是我们的信念 这信念不会错 但是我做的对不对 是按照这个路 我经常要怀疑 然后不断来拷问自己 什么是信念 我这么信 就是感恩 我觉得真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理由成功 阿里巴巴也没有理由成功 我们走到现在为止 活下来 而且做的不错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人帮了我们 我和我的团队充满着感恩 我十年以前 我说感恩的时候 我也像口号一样 现在是我真觉得 我们怎么那么好运气 本视频有可能会改变您的一生 改革开放以来 第一批个体互发了 第一批炒地皮的发了 第一批买原始股的发了 第一批搞互联网的发了 第一批做网商的发了 为什么这么多第一批发了 因为他们都凭借眼光和行动力 牢牢地抓住了 时代富裕的商机 如今还有什么第一批 轮到我们 全球经济 每隔三到五年 就会有一次重大机遇出现 恭喜您 互联网家的时代到来 您有机会成为第一批云商 只要您牢牢把握住 您也会成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从而改变命运 当今社会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是否想过利用一部手机 就能住家创业 无需进货发货 很多普通人通过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残富人生 我们有高效的运营团队 自动人脉倍增系统 百分百成交客户的沟通方法 手把手教你如何运作 如果此时的你没有创业方向 如果此时的你想改变生活现状 如果此时的你有着赚钱的梦想 欢迎咨询微信 908605026 908605026 真正的精彩在后面等着你 我真觉得 明明之中有人在帮我们 有人也问过我 怎么样把握运气 运气从哪里来 如果你有感恩运气就会来 第二个养 信仰的养就是敬畏 很多东西你不知道 但是你敬畏它 如果你有敬畏之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您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 您是否想过通过一部手机住家创业 没有投资 没有风险 不用开店囤货 不用打理 不用东奔西跑 在家兼职全职都可以 很多的网民 六业余时间做了三个月就月收入过万了 甚至更多 厂家支销的网购商城 几十万款商品 别人购物我们就直接从中提成 有手机就能做 如果你有梦想 渴望成功 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QQ 2315 678132 QQ 2315 678132 或者微信 1364 1516410 微信 1364 1516410 一分钟之后 我们再见 想出自己想问的问题 前面的很多废话就别讲了 这是我不原话 我心里很想说 但是我原话 我需要给你个面子 就不说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 社会在不断地变革 你也要不断生意这个社会 但是你的价值是 请问有我在和没有我在 有什么区别 我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 我对边上的人有什么贡献 我对我的企业有什么价值 我对我开那个小店的同事 有什么价值 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 好 这边的同学 主持人 马云老师 您好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是现在困扰着我的 您说了 男人身上的品质 永不放弃非常重要 但有时候我们也听到 有人跟我们说 要学会放弃 那怎么样在永不放弃 学会放弃 之间做出个平衡 我觉得你要想成功 你一定要永不放弃 克服各种困难 但是你学会放弃的时候 你才开始进步 假如这是一座墙 你要绕过去 撞在墙上 你永不放弃地撞 还是撞不过去 学会放弃 退一步 看一看 边上绕过去 什么是战略 战略是一张地图 看看杭州到北京 这么点路 你车走路 你走晕过去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理想和现实 是很远的 但是我们学会 什么东西给放弃 什么东西不放弃 我永不放弃的是 我的使命价值观 我宁可把公司关了 但我不会说 为了赚钱 我放弃这些东西 全中国99%的企业在赚钱 但他们可能未必抓住 使命 我以使命感 和价值观去做赚钱的时候 我心里踏实 我是帮别人 我的团队是讲究诚信 我的团队讲究拥抱变化 团队团队合作 我们觉得踏实 这世界上一定有人 比你挣更多的钱 但是说是不是赚不到钱了 你就会放弃 我们做一件事情 对社会有贡献 我们如果没赚到钱 这件事情一定没多大贡献 但是你赚了钱了 未必对社会有贡献 所以我觉得一个 真正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 最后它一定挣钱的 这是肯定 而要有贡献 那就你的使命感 价值观 整套体系去建立起来 要它sustainable growth 就是让它永远可秩序的发展 离开这个 你走不远 练全是一样 练外形 没有内功 一点用也没有 光练内功 外形差也没有用 都合在一起 才是高手 好 下一位 马先生你好 您十年前有你的设想 用电商改变 整个中国人的生活 从我们一般人来看 三个字可以形容 假 大 空 你当时 用我的感觉来说 也是在假大空 来跟你的员工来沟通 跟你的17罗汉在沟通 但是为什么你能 将那17罗汉变成18罗汉 然后一直在让淘宝再前行 你认为是假大空 我从来就没认为过 也就是说 马云 你的讲话 我们很喜欢 什么原因 你特别能讲话 你是不是当过老师 你们这儿举举手 有多少老师 你们是真的喜欢听他课的 估计不多 我估计绝大部分人觉得 我以前当老师 是总是提前五分钟下课 大家都很高兴 喜欢我 是不是 不是把教材的东西都讲完了 学生就喜欢你的 知识是用来唤醒智慧的 我跟我同事讲话的时候 是希望唤醒他们心中的一种共鸣 我讲的也许是错的 但是我相信我在讲的话 很多人演讲的话全对的 但是他自己不相信 忽悠和不忽悠的区别是什么 忽悠是自己不相信 让人家相信 真实是我相信 你们想不相信 我知道你们慢慢会相信的 是区别 我从来没想过假大空 假如是假大空 我的员工不是最出色的精英 但他们绝不傻 三个月就觉得不靠谱 跑得比你还快 所以我觉得 十年以前到今天 我还是这么在讲话 说明没那么假 也不空 只是我们看到的是愿景 我是为未来工作 我绝不为今天工作 如果你们创业者 要想做这条路 所有在座的80后90后 你们的时代 还有十年以后的事 不是今天 我们淘宝的时代 不是今天 淘宝的时代 是20年以后的淘宝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录像 它会变成怎么样 这是我今天在努力的事 好 下一位 好 这边这位同学 你以前也说过 这个把痛苦当着快乐去欣赏 我最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假如说有一天 您把阿里巴巴做没了 淘宝网做没了 您打算怎么去赚 我把阿里巴巴和淘宝 怎么做没它是吧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您把阿里巴巴给做没了 您有什么 您打算怎么去办 就是说后来的事情 你说把痛苦当欢乐去欣赏 对 那你把淘宝和阿里巴巴做的没了 你还能不能这样去欣赏 对 是这样 OK 我还没愚蠢地 把阿里巴巴和淘宝做没了 但有一点 这儿讲这个呢 有点空和玄 但是我在公司内部去年讲过 阿里和淘宝 前十年从无做到有 未来十年要从有做到无 这个无是什么概念 这个无叫做无处不在的概念 无要比有更厉害 人可以几天不吃饭 大家知道 七天 对不对 有的熬到十二天差不多了 人可以几天不喝水 两三天 人可以几分钟不吸氧气 两秒钟你熬不熬得住 两分钟 人不可以两分钟不吸氧气 但是氧气你摸得到吗 摸不到 无一定有的时候 比有更加强大 所以我希望是 大家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看到的淘宝 它不是一个网站 不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公司 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感谢观看